世界之大简直是无奇不有 今天说的这件事情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91岁老太走路跌了一跤 送到医院检查 医生竟然说她怀孕了 家人得知这个消息更是震惊 因为自己的父亲早在50年前就去世了 而且现在也已经90多岁 怎么可能怀孕 那么到底是谁让老太太怀孕的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时间2007年春节之前 地点四川省眉山清神县 在县里的一个村子 有个叫黄义军的老人 这位老太太已经90多岁了 平时她身体非常硬朗 可就在这段时间 老太太打水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 起初她也没太在意 毕竟90多年小磕小碰都这么过来了 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黄义军老太太腰部忽然感到一阵疼痛 但老太太是个生性倔强的人 她起初并没有把事情告诉自己的孩子 但平时和她一起聊天的村民 突然发现黄老太的肚子鼓起来了 当同村的村民问起的时候 黄老太称 这并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起来的 这个都已经好多年了 但就当问起肚子里面是什么的时候 她却对其避而不谈 随后在村子里面就传起了各种说法 有的说是肿瘤 有的说是怀孕 可她并没有理这些人 但老太太好歹90多岁了 家里孩子可以说是隔三差五就会来看她 很快在家人的轮番轰炸下 她交代了自己的病情 自己大儿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心痛不已 当时她就决定带母亲去医院 可黄老太并不愿意去 她一直坚信自己是健康的 而就在此时 黄老太的一个举动 引起了孩子们的怀疑 平时她休息的时候 经常会揉搓自己的腰部 有的时候甚至起床 都得家人给她按摩 当时黄老太的确去医院检查了 腰部腿部都检查了 可最终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后来根据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称 如果腹中是孩子的话 的确会引起压迫感 会明显地表现出腰酸的感觉 如果严重的话 可能会造成水肿 可就当黄老太在家养伤的时候 突然她的腿和脚肿了起来 尤其是她的左腿肿了甚至一倍 众所周知 孕妇在怀孕的后期 大部分都会出现肿胀 那么黄老太水肿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一位91岁的老太太 在老伴去世50年后 竟离奇怀孕 更让人惊讶的是 腹中的胎儿竟然和她共存了60年 医生的检查结果更是令人震惊 老太太的腹中 竟然有个已经成型的婴儿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腹中的婴儿又是谁的呢 就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黄老太突然趴到桌子上揉着肚子 当时她的孩子就给她带到了医院 起初医生对她的脉搏做了检查 后来就把目光放到了老人的肚子上 医生发现老人只有下腹肿大 如果是肝硬化或者其他的病情 腹部应该是整个隆起 这些问题全部排除之后 医生带着老人来到了做B超的地方 一般孕妇检查通过B超 都可以观察到胎儿的情况 当时通过B超检查结果发现 老人的身体很好 腹中并没有肿瘤 可是肚子里面有一些钙化的物质 当时并没有检测出婴儿 可当时为了更好的为黄老太诊断病情 几个儿女在征得老人的意见后 带着黄老太又来到了医院 打算用X光彻底检查清楚 通过正面出来的X光照片 可以隐约地看到婴儿的骨骼 当侧面的X光出来之后 现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检查结果表明 黄老太的腹中的确有个婴儿 现场他的几个孩子都震惊了 他们震惊的并不是有这个婴儿 因为腹中是婴儿这个事情 他们母亲老早就给他们说过了 可几个孩子起初并没有当真 一直想着当时老人就是说笑 可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事情 当时通过医生的判断 老人腹中的确是有一个婴儿的 而且这个胎儿已经有十个月大 可是腹中胎儿早就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么这个婴儿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后来黄老太称 腹中有婴儿这个事情 老早就给孩子们和村里的人说了 可这么多年他们都不相信 当时还有专家称 当时老人可能是怀了双胎 就是如果怀了两个以上孩子 但几个细胞发育不完全 其中发育好的那一个 就会强行吸收另一个胚胎 这在医学中还有一个名字叫寄生胎 而且在以往的临床医学中 还没有发现过发育这么完全的寄生胎 此时大家也是众说纷纭 就在大家议论的时候 老人又将大家不相信的这件事情 再次拿出讲了一遍 91岁老太在老伴去世多年后 竟然离奇怀孕 去医院检查之后 发现腹中的胎儿已经成形 婴儿就拳着身子 双手抱头朝下 儿子得知这个消息 更是震惊不已 那么老人腹中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九群老人怎么可能会怀上孩子呢 原来在黄义军31岁的时候 他怀上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可这个孩子令人很费解 因为过了十个月的预产期之后 孩子就跟哪吒一样迟迟不生下来 当时家人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就带着黄义军连夜赶往县里面 但当时经过乐山的时候 在路途中发生了意外 羊水破裂就这样一路来到了医院 可当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羊水已经流干 而且还出血了 他腹中的孩子就这样腰折了 医生安抚了他 当时告诉他 现在只能给腹中的婴儿取出 可当时却出现了难处 由于当时他手里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就没有将腹中的孩子取出来 回到家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身体竟然好了 而且干活都没什么问题 在随后的六十年里 他的身体一直很棒 腹中的胎儿也没有影响他的生理功能 为了之后 黄老太的身体健康 专家又一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检查 经过检查发现 现在腹中的死胎只剩下骨骼了 胎盘和机体组织已经被母体吸收 可现在疑惑来了 胎儿夭折之后 为什么老太的身体会安然无恙呢 经过专家的解释 当年老太太子宫破裂之后 胎儿并没有对血管造成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体内子宫的裂口慢慢愈合 所以后来老太太的生理功能很完好 专家来称 黄义军老太简直就是个奇迹 这种事情在世界上也没有发生过几例 根据所有检查的结果 判断现在黄老太腹中的这个胎儿 现在已经不会对他的造成危害 现在老太身上腰酸背痛 就是因为腹中的胎儿压迫身体组织造成的 对于黄老太怕肠胃的情况也做了详细检查 推断应该就是因为这两年老人年事较高 身体便差腹中死胎压迫肠胃 而且年纪大了 平时运动越发减少 平时消化也会变差 村民们得知真相之后 那些妖魔鬼怪的传言也被打破 而黄义军老人由于年纪太大 所以腹中的胎儿 还要和他一起过以后的时光 阿尔 感谢观看